人的一生里面跟床接下的园是最长时间的 因为我们每天至少都要睡个八小时以上 所以我就选了King Size的 我的床很特别 我床是水床来的 我家的是一个King Size的床 我家的床肯定不是单的床 不只不是单人床 而且是酸人床 而且是King Size的酸人床 通常在床上一定要做爱做的事情 当然是还有做一些应该做的事情 应该夫妻做的事情 我们时常在床上有一些 当然出了一些隐私的东西 当然是理所当然心照不宣的事情之外 最重要的是床上当然少不了聊天的时候 有时候看看剧本 我喜欢在我的床上看剧本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的床靠近我的床很亮 在床上聊天是最好 或者是我们在床上一起看电视节目 孩子就在我们床边 我告诉你 其实我上面讲的那个看书 这个看剧本其实都是骗你们的 因为我这个人太容易睡了 我一上床姐姐就睡着了 我听说我只有两个姿态 不是转右就是对阵 我是喜欢侧睡 我是趴着睡的 原来我是东边睡睡一下西边睡睡一下 向上向下都有睡过 我很少转左 因为我转左的话我鼻子会塞 为什么我要睡床 因为趴着睡 你床太硬的话你胸很痛 不过通常睡着也忘记自己的姿势是怎样的 也不知道 这个还没有什么研究 我只是研究自己到底会不会入睡而已 还好 我相信睡知是能够反映一个人的客气 我其实不太相信 但是睡知绝对能够反映一个人的生活的形态 他们说趴着睡的人 就是对自己很没有信心的一个人 而且就是说自我保护很强的一个人 如果他是劳动阶级 我看他大自行就睡着了 那么那些生活比较有规律的话 可能比较宁静一点的话 就比较平静的睡眠 养着睡的人就是对自己很有信心的时候 很开阔的一个人 有些的声音很大 有些睡一睡一下又会跳起来 有些牙齿又会磨着 有些的半夜会蹦一下 有些说梦话的特别多 那么还有一些的动作很怪了 平常看他实实稳稳睡觉的时候 哇姿态你转一个头的话又变一个姿态 转一个头的话又变一个姿态 好像在睡觉的时候都会在表演了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